北京时间11月17日晚,2018-2019赛季,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,第五轮争夺全面展开, 网基福银行以3比0战胜艾登都会,尺都连赛五连胜,朱婷首发拿到了12分,艾登都会在新赛季有多米尼加国手逼马丁内斯,J,马丁内斯,甘萨雷斯以及保佳利亚外援尼克拉耶尔助阵,前四轮比赛,艾登都会除了演技一场外, 另外三场分别以3比0几外土耳其航空、恰内卡莱、安卡拉高速公路,本场瓦基福银行首发阵容调整肩半,选藏了斯洛特耶斯、奥格、泽赫拉,首发阵容为主攻朱婷、罗宾逊、复工拉奇奇、安赫迈、二传奥兹巴伊、杰印卡拉库尔特、自由人阿姨卡奇, 首局银行以4比0开局,罗基福主动得万环节,的表现明显好于对手,朱婷在20比9领先是被主攻图格8换下,银行以25比13先胜一局,第二局率银行以5比2开局战先,并稳稳保持优势,以25比18再印一局,第三局银行开局就打出7比1,后半段朱婷被换下,银行以20比21胜出, 局分3比0胜出,罗基福银行的接应卡拉库尔特,力度全长最高的13分,朱婷、罗宾逊、拉西奇同过12分,其中16口十中一篮一巴效率最高,爱当都会无一攻守得分上双,以萨奇巴西本轮3比0轻取胜班马图尔其航空,目前和罗基福银行同为5连胜,但依大平胜局游戏领先。 北京时间,11月24日晚7点,小基福银行将在主场迎战若旅尼旅费尔,突变来自网络微信搜索,我爱女牌ID,W-E-L-O-V-E-V-O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。